天稅之效盜技 嘿大家好我是洛卡 今天要來分享的呢 又是天稅之效盜技這款遊戲喔 那主要呢不是開箱的分享啦 而是我在玩了十來個小時之後呢 一些遊戲的心得分享 那這個是我算是在入門啦 到慢慢的玩出一點點心得之後呢 有更多的整理來跟大家一起討論 分享給一些想要入手啦 也許會覺得他有點硬派重道的感覺喔 又或者是有一些人把他講成 農林水產神網頁已經被當成工業的感覺給嚇到的 那目前我是覺得他可以玩得很隨性 也可以玩得很精實的一款遊戲的啊 在這邊我會整理十點的心得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也算是跟大家討論 那當然如果有玩的朋友 歡迎你們來跟我分享你們自己的心得跟看法 還沒訂閱過頻道的朋友呢 也可以先順手去按一下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 另外我還有FB跟IG也都可以追蹤一下喔 接下來我們就直接來稍微的聊一下這款遊戲吧 首先第一個呢是天氣的部分啊 剛開始在玩的時候我真的覺得 這邊怎麼有點像基隆 不對我不是在講基隆不好 而是呢是他比較多餘的感覺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呢 其實這款遊戲在剛開始玩的時候啊 會發現他的下雨的天氣喔 好像遠遠的比一般的天晴還要再更多一點 下雨的天氣在這個重道的遊戲裡面呢 當然也是會影響到裡面的整個細節的進行喔 所以呢天氣的部分呢也是相當重要 不過這個倒是沒有關係 因為在之後呢 會有天氣的控制方式可以來使用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樣覺得 天碎之下道機這款遊戲啊 怎麼一直在下雨的感覺 之後呢就可以稍微放心一下 因為我們就可以控制天氣了 第二點呢是 種糯米看起來會很複雜 到底會不會太難 我覺得其實說難喔 真的其實不是很難 因為他都是有流程講解的 而且裡面呢也會不斷得到農書給你看喔 那這個農書裡面的細節真的是相當的多 所以要稍微的閱讀一下喔 吸收消化一點呢 我們在種植稻米的時候啦 每一個步驟都可以更加的認真去做 而且這個農書的功能喔 算是蠻早期就會有的 我們可以跟那個壯壯的大叔啊 來稍微開一下這個農場的會議喔 不管是要種到上面有什麼注意事項啊 甚至有什麼細節水分的變化啦 天氣的變化施肥的方式啊 都可以在這裡面慢慢找到一些注意事項跟蛀絲馬跡 要如何做得更好啦 反正就是多看一點就可以種得更好 初期在做的時候怎麼辦呢 其實這位壯壯的大叔寶也大部分都會來提醒我們 該下什麼樣的步驟 該做什麼樣的事情 甚至呢我們這時候的水位要到多少 要不要來拔除雜草 甚至什麼時候呢要把曬根的骨子收進倉庫裡面去喔 他都會一點一點的告訴我們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是可以稍微放心一下 因為種稻米啦 我覺得是可以種得比較隨性的 而且久了之後啊 那其實我們就會習慣那個種的方式 那慢慢的有一些重點呢 是在看過一次之後 反正你第一年不行第二年再試 第二年不行第三年再試 就是這樣子一次再試 不斷給他試下去喔 能力你就會慢慢變強了 那只要記住一次啦 我相信之後的種稻 就會比較沒有太大的問題 再來是第三點 種稻米到底要幹嘛 為什麼玩一款遊戲要來種稻米喔 那其實種稻米呢 在它上面有六個屬性喔 分別也跟主角本身的屬性 是有相當大的關係 數量、味道、硬度、黏性、美觀、香氣 這個是跟主角自己本身的 生命、力量、體力、飲食、運氣、神器 是有相關聯的 也就是說這個遊戲的培育啦 就是透過這個種稻米喔 可以幫我們自己的主角 增加自己的屬性值 所以種稻米呢 就等於是幫我們的主角提升屬性 算是相當重要 那當然我覺得在打過來的時候 這個是會有很大的幫助啦 培養起來呢 我覺得也有一種成就感 那有一種公益三騎士必肩 立騎器的感覺 但如果真的像我這種呢 種得非常隨性的玩家 我覺得文渣文打電話反應呢 也是一樣可以去挑戰怪的 所以呢之後如果說 你慢慢的調整學習啊 我相信這個種到的技巧 是可以慢慢來的 不需要一開始就有非常精實 然後要每一步呢 種得非常的步步為尖的感覺 第四點呢 是種到的動作那麼多 速度又那麼慢 浪費很多時間該怎麼辦 呵呵 因為這個遊戲呢 它的時間是會不斷前進的 所以不管是你在種到還是外出打獵啊 都會有這個時間上的限制喔 所謂的種到動作呢 在之後都會有濃績啊 慢慢的學習到之後 就可以慢慢變快 所以對於這些動作呢 應該暫時不用擔心那麼多 就算之後呢 可以種的東西喔 越來越多了 但也會有更快的動作去執行 基本上啦 這個東西喔 是可以越來越快的 整個節奏來說 也不會因為它一直都這麼慢 讓整款遊戲呢 拖垮一個節奏的感受 第五點是 除地怎麼看完成度 跟控制水量如何精確 看到這個水的量喔 這個之後呢 也都是在濃績當中啊 會慢慢學到 只要做相對應的動作啦 或者是按該按鍵呢 就可以看到相對應的數字 或者是爆表的出現 這一點呢 我覺得也是蠻重要的 而且很初期啊 其實我們就會拿到這些濃績喔 所以基本上你不用太擔心 不用像我一樣 一開始在想說 大叔所講的 水只要放到腳踝就可以了 嗯 我看這個畫面呢 水到腳踝的感覺 好像很難辨認出來 但之後呢 就可以有更精確的方式 類似會有一些 溫度計啦 水量計啦 的東西喔 分享給大家 在種起稻子來呢 相對的也就不會有 那麼大的壓力 第六點呢 是稻子生病怎麼辦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 就是要調整 種植時的動作啦 因為四處必有意的喔 每種稻子的病呢 都會有它的原因 只要改善它的話呢 就可以減少病害 那我自己呢 都是亂搞一通 尤其是施肥的時候 像是壞掉的食材 擺下去啊 就會容易遭蟲害 只不過我不太清楚啦 那個遭蟲害的狀況 到底會怎麼樣喔 所以我就一股腦的 把一堆壞掉的食材 全部丟到肥料裡面去 通常呢 都是種出一批之後 我覺得大概 就會慢慢知道原因了 因為會有包括一些 毒性啦 雜草病害等等的喔 可是在一般的堆肥添加物當中 有一些道具 也可以拿來解釋一些 醜害 毒性雜草之類的 但是呢 到底這些東西 會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我覺得都是在 慢慢的有那個 稻子的報表之後 你可以去看的 在裡面呢 會有一些病害的部分 哇這個病害呢 我自己是有什麼 倒熱病之類的 都是蠻格的 呵呵呵 相當的臭屁 呵呵 所以如何堆出一批好的肥料呢 然後用適當的水溫跟水量 包括呢 如何施肥的點呢 也都是相當重要 頗有學問的 但是我覺得 說實在的 雖然說他的 模擬這一塊 撞到的部分是很精細 但是我覺得 玩這款遊戲 倒是沒有那麼嚴格 不至於讓你說 撞了一批 比較品質差一點的 倒子出來喔 整款遊戲 可能就會玩得歪犀牛吧 至少啦 你在自己的反應 動作上面稍微練靈敏一點 外出打獵的話呢 也不至於到非常的淒慘 第七點呢 是目破要幹嘛 目破呢 就是所謂我們在打怪呢 會掉出來很像金幣的東西 這個在一般的遊戲 大部分都會當貨幣來使用 初期呢 我只知道堆肥的時候 他可以拿來用 直接把它丟進去呢 就可以拿來增加那個肥料的好處喔 那我丟的數量 是真的還算不少 因為我在初期的時候 真的不知道 他可以用在哪一些地方 所以啊 剛開始在不知道 用法的狀況之下呢 真的就是亂搞一通 那之後呢 其實要解一些裝備的增價啦 倒是就會用上不少 所以呢 還是要多打一點來收集使用 以備之後的不死之虛 那要幫武器啊 弄上一些提高屬性的增價喔 我覺得那個要用的量就會蠻大的 後來你可能過到某一些不同的關卡 這個地形之後啊 其實那個收集的速度喔 也許就會變得更快 變得比較不會那麼不容易收集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分呢 大家可以放心的去看待他 只不過這個目破啦 在初期堆肥的時候喔 可能不要像我一樣 一股腦的方式 就把它全部丟進去 這樣子呢 在之後需要用到的時候就會 啊 怎麼沒有留下 第八點呢 是5G的熟練度 那這個5G的熟練度喔 我真的很建議 要一直不斷去用它 因為他一直用呢 就會升等級上去 那個熟練度就會升上去 而且啊 他的氣力啊 是稍作休息的時候就會恢復 稍作休息的速度啊 算是還蠻快的 我自己呢 是會一直把5G啦 不斷的往上升 而且有些5G啊 升到某一些等級之後 除了他的威力會變強 可能攻擊的次數變多啦 威力變強之類的啊 或者是有些效果會持續變9之類的 發動的樣子喔 還會有所變化 所以看起來也會比較帥 那當然我就會建議大家啦 5G喔 基本上就是看得到 你只要看到怪 就是趕快去用它 趕快把它的熟練度練起來 這樣絕對會對戰鬥來說 很有幫助 第九個呢 是羽翼技 這個招式呢 雖然說沒有熟練度可以練 但是我自己的心得啦 真的是需要控制靈巧的這種靈活控制的 因為他在用的感覺呢 沒有像一般的5G容易使用 甚至在戰場上的我啊 玩了10來個小時後 運用到他的技巧也算是非常的低 甚至有時候呢 都是莫名其妙就不敢把他拔到的 我自己也不知道說我在按的時候呢 欸 我按到這個阻隔的那個按鍵了 所以呢我覺得這個是需要稍微練一下 畢竟呢 羽翼技啊 如果說我們就字面上看來 其實有蠻多招都是還不錯使用的 甚至啊有一些可以牽制敵人的招式喔 如果可以用出來在戰場上呢 打一些比較強的敵人 打一些比較強的怪 也可以比較有好的成績 甚至呢可以比較快一點過關 所以我覺得羽翼技這部分呢 雖然說他們有像5G有熟練度可以練 但是我們必須要練自己的 控制的靈活度 這樣子才可以在戰場上面啊 發揮的淋漓盡致喔 最後第10點我整理的就是 晚餐時間有很多廢話怎麼辦 但我其實是在看這些廢話喔 是每一句都有把它讀進去的 所以呢其實我推薦啦 這個晚餐在吃的時候呢 更大大的對話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因為我覺得他在講的 不一定是遊戲裡面的東西 而是有一些可以應用到 現實生活中的想法 像是他有講到其中一點是還不錯的 就是主角他們在初期呢 是把這座島稱為鬼島 但是呢後來他們又想到 既然他們自己住在這個島上呢 為何要把他們稱為鬼島 為何不用別的名字 比較好聽的名字來叫他 這樣子呢 是否就可以讓自己住在這個島上 有一種更舒服更好的感受 這一點呢我覺得 大家也可以稍微去看一下啦 因為在裡面喔 其實會講到蠻多有意義的東西 但是呢這個東西 可能是用一種半飲食的方式 端看於玩家自己對於這些事情的感受 所以我覺得 晚餐時間這些話呢 其實是可以花一點時間去消化他的 他在這款遊戲裡面呢 也會帶來一些不同的感受 好啦其實這款天穗之孝道機呢 我自己在玩喔 是花了蠻多的時間很認真的在玩他 因為說實在的 有些敵人呢 在你的能力可能還不足的時候 打起來會相當的痛苦 在之後可能你中了幾匹稻米 或者是買了新的武器之後 打起來呢又會變得相對輕鬆 但是我覺得就是在這一連串的過程之下 他是需要我們付出時間 付出一點點 用心的程度去玩他去體驗他 所以呢才會更加的有趣 但我覺得這款遊戲啦 其實也不至於到想像中 那麼困難那麼的硬派 只不過呢真的要認真去玩他 也是真的可以玩到非常有深度的 所以呢如果真的有興趣的朋友 也可以自己來玩玩看喔 真的是相當推薦這一款 大家都推薦的天碎之銷刀機 相信自己玩了之後啦 會有相對應的一些心得 可以來跟大家分享 好了那麼今天影片 差不多到這邊就結束 我喜歡我的影片 也記得在下面點喜歡 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羅卡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